中秋节刚过不少民众狂吃烤肉和月饼体重直线上升 到健身房甩肉台中各大国儿运中心 退出了不同训练方案 教民众如何防止运动伤害 另外搭上红牛国际赛车展演 运动局加码推出为期七天赛车打卡优惠 卖力的运动健身中秋节刚过 不少民众狂吃烤肉和月饼体重直线上升 赶快到健身房来甩肉 台中市的各大国儿运中心就推出了不同的训练方案 可以来我们台中市的各国民运动中心 以及港区运动中心 以及各运动场馆等等 来进行运动会有专业的教练来教导你 如何的正确的健身 让你维持健康的体态 国运中心协助民众防止运动伤害之外 也配合9月28号的国际赛车展演来做宣传 F1赛车呼啸而过 甩尾竞速样样来 观众是大饱眼福 为了配合9月28号的红牛国际赛车展演活动 包含潮满以及大理等国运中心 就推出了赛车手的特色课程 让民众可以体验专业的赛车手健身训练 在网路上有看到 就是可以带着亲朋好友可以过来 然后可以提升那些运动的那种效益 还有那个可以提倡运动 另外运动局更加码推出为期7天 从9月23号到9月29号的赛车打卡健身优惠 运动健身享乐活 搭上亚洲唯一的赛车热潮 是否持续为市民打造酷运动酷城市